各市品种的小狗关在笼子里 等着新主人买回家养 但市主没有申请宠物业许可证 就私自上网贩售 遭到台北市动保处查货 依据动保法开罚10万元 只要在网络上刊登这些 你没有照 然后刊登这些买卖寄羊犬只 猫咪的讯息的话 最低的金额就是10万元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其中有四件就是都被裁罚 新台币10万元 随着网购兴起 有不少个体户在自家是羊犬猫 在利用网站或是脸书粉丝团贩售 今年一共查获5件 财罚45万元 针对有民众自家宠物生产转送他人 向对方收取饲料或注射疫苗成本 到底有无涉及买卖行为 动保处表示 这要看当中有没有获利来认定 原则上他没有获利 他就不见得能算成是业者 所以重点是你出来的这个金额 是不是跟你的所谓的成本 有相当你并没有获利 这是一个重点 动保处提醒民众 应该避免向非法业者购买或是寄养犬猫 因为来路不明的毛小孩 有可能隐藏遗传疾病 事后庞大的医疗费用 反而得不偿失 开播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产保报道